从采集大自然开始 学员们用手慢慢捏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器皿 摘取在地植物拓印 创造与自然相互拥抱的幸福仪式感 我们就是还蛮喜欢基隆的样貌 大自然的感受 然后我们来呈现与跟陶土的一个连结 然后我们带进到我们的课程里头 那我们会就是结合自然跟陶土 就是在这块大地上去做一个创作 基隆子弟张浩燕 创作的陶艺作品粗犷豪迈 欢喜中带有原况感获奖无数 这一次与老婆凯旭回到基隆 在绿竹园农场教陶艺创作 享受与大自然的对话 我想要将陶艺的这个技术 然后带回基隆 然后让基隆的人 也可以体验陶艺这件活动 夫妻俩撰写七年投入公共服务计划 获得补助 在敲山声青农的支持协助下 带着来自各地学员 拥抱不同的创作模式 我们有台湾朋友带我们来参加 很期待 也很 有点难 但是也很好玩 我来不及 用这个碗去饭 我今天做的是小花瓶 对 也是过程也是有点难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 但是就是在这过程中就会觉得 可以感受到那个细细慢慢的那种生活的感觉 看望他们非常棒的作品 《大地之社》 有得到绿工艺的奖项 其实那会让我想起我以前小时候在基隆的山跟海 观察那个自然万物的颜色当中 浓缩在一个小小的陶艺作品 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基隆也有这个机会 能够青年回乡青年回流 把我们基隆的非常棒的陶艺师 然后带进来基隆的自然场域当中 进行生态教学 然后他们非常棒的一点是 他们使用了柴烧窑 然后那个右舍是取自于我们竹子的灰烬 等于就循环再生 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 简单简单绿生活的概念 远离城乡在农场空间创作 让人感受与环境的连结 好好的呼吸 感受基隆这一片土地 还有两次课程哦 一样要带学员在大自然怀抱中 进行沉浸式的陶艺创作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来参与山海实践与你同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